字幕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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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那首歌太好聽 忘記停 打算播一半就開始做直播 Hello,大家好 我是Brian 我是Toys TV的Brian 入了一次就知道是ToysTV 為什麼要做這個直播呢? 其實這個題目都寫了 其實都是找數 講回之前講的題目 就是玩具堂 今晚就是玩具堂的... 要看回名字 真是不好意思 記性比較差 名字就是玩具堂 就是香港玩具業的前瞻 沒錯 出賣這集第三集 今晚就嘗試用打直做 因為市場的人說 打直做比較適合 我不知為什麼 今晚題目是嚴肅的 但就輕鬆地去聊 因為最近整個社會氣氛都非常嚴肅 今晚林王昏 我拍了一張相片 是日落 但那一刻擺放那一刻 那一刻就有點悲傷 自己就按了一個悲傷 那一刻有些網友 就馬上問我什麼事 鼓勵我 剛才那手前線感受 其中一個網友發給我 很感謝他 鼓勵我 其實我沒有什麼事 但那一刻是有點悲傷的 我相信這個心情 和大部分香港人 都是有這樣的情緒 沒有辦法 我們說一句話 但始終這個社會 我們是同一班 都市居住的人 很難有些事情 是不能夠隔絕 或者是完全不受影響 但我自己立場之前都說過 我盡量希望是 單獨看自己的工作 社會有些事情 值得大家的心情 或者是不開心 其實大家完全知道 這裏我不多說 也不想大家的心情 因為其實看這裏玩具 其實大部分都是想 輕鬆一些 或者暫時離開一些話題 這個話題無疑 對大家有很多的重擔 有些是有擔戴的朋友 不要說是量不量心 我想絕大部分的香港朋友 都會受到影響 而且情緒上是有些 牽動的 包括在來 雖然我年紀不小 但都會有些影響 但我覺得經過幾次的事件之後 甚至幾年前的一件事件之後 其實我就發覺 我要更加集中精神去 守住自己的崗位 所以仍然都為大家提供 這類關於玩具的資訊節目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我不是說 在這些場面或環境裡 我仍然在風花雪月 因為這也是一個 很多朋友可能想輕鬆一下 或者轉移一下視線 我只是做回自己的工作 每個市民有自己關心的事情 熱身差不多完了 大家做好自己的本份 有些事情其實是很難避免的 有很多朋友說 今天跟一些 很多工作都是跟內地有關的 我們都聊了 其實我們都覺得最近的事情 都很... 其實都是有史以來 香港最困難的階段 這個我都覺得很認同 但多難也好 我們都會過得到的 因為明天會更好之餘 其實就... 你會發覺很多時候的困難 在面前你會發覺 解決不了 我自己也試過 甚至現在我也在經歷這個很困難的階段 這個我不常說 我叫開一集就是 我的公司的問題 我的公司的困難 其實香港人都不容易 香港人都覺得不容易 很難 但多難也好 其實都是會過錯的 那一次我鼓勵自己 可能半年後 半個月後 我生歐歐 好地地站在那裡 那... 過錯了 原來是 當然那個階段是有點困難 我想鼓勵所有的香港人 也鼓勵所有的玩具朋友 無論是在業內 或者是在環溫的朋友 都是這樣鼓勵自己 因為... 人生其實很珍貴 很寶貴 有個生命不簡單 其實每天都很開心 去享受你的生命 無論你的物質生活多腐足 有沒有問題去玩 事情願不容易都好 其實都是一個禮物來的 千萬不要那麼輕易去放棄 千萬不要那麼容易... 即是... 逃避 或者是... 很灰 那樣... 今天可能灰 可能明天更灰 當然我不是這個意思 明天更差 而是... 我們人就是要面對困難去過活的 很多有毅力的人 很多有承擔的人 很多有積極遠景的人 其實最終他都能夠成為人生的... 我不想說勝利者 人生的... 藝術家 或者人生的... 值得尊重 值得厚實厚人 去生命的人 愛同紀念的人 我們有一天 離開這個世界 其實什麼都沒有 但是... 有一群人會記得我們 就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親人 總之他認識你的 你的人生覺得越正 其實對他們有影響 他們永遠都會記得你所做的一切 我自己就... 會用我的女兒去鼓勵 就是... 有一天我一定會離開你的世界 OK... 那怎麼辦呢? 那... 沒有... 可能... 再過多兩代 沒有人記得的 大家記得我們的太公是誰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毫無疑問 他是他帶我們來這個世界的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 幾位大人很快都會過去 覺得很不容易的人 亦都要去生活一個人生 那我覺得... 是困難的 現在大家都明白的 努力加油 這段說話 不是特別安插要加的 但是真的忍不住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 沒有理由真的... 很冷靜的 今天我們就做這個節目 反正都是吹水的 那... 說多一點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那... 那... 講回主題 那... 其實講這個題目 我知道 其實... 很多... 這些... 這些朋友是很有耐性的 或者當聽收音機 那... 剛才有音樂的歌唱 那... 不知道... 不知道會不會... 可能要剪回YouTube出的時候 不知道應該要剪回 就不能播出的了 否則... 那段影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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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沒關係 講回... 這次... 講完我們內地啦 講完... 中... 日本... 美國啦 市場上的分析呢 其實...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美日是玩具的主流市場 我叫... 和強國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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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個... 發展中或者... 甚至... 潛力很大的市場 以及一個... 或者生產基地 甚至是品牌設計師的引玉場地 那... 那... 我講完香港了 香港其實... 我們都會自居... 是一個... 有歷史或者有經驗的 一個... 做玩具的市場 一九七年... 一九七年代 我們做一些Star Wars公仔 我想現在年輕人沒有人知道 第一代是70多年的Star Wars公仔 70年代至80年代 其實是在香港做的 四寸那些 全部都做Main in Hong Kong 我也有很多隻 那段時間香港不單是做這些公仔 做很多電子玩具 亞達利 王氏亞達利 最早期的遊戲機 毛公仔 蔡娃娃 G.I. Joe 當時很多都是在香港做的 香港有很多工廠 小弟也做過書 在工廠上班 你有沒有想像到一個年輕人去工廠上班 其實你們真的想像不到 小弟也試過 小弟真的年紀不小 所以有這個歷史背景 應該是有些優勢 但是發覺 其實這集 上半個月我分析一些 原因數 其實對於香港的玩具業來說 其實不是那麼樂觀的 但到後半個月 我想做一些 前瞻性的總結 希望我們 藉著什麼方式 可以繼續我們這個行業的 優勢 或者如何發展下去 其實也不是沒有出路 其實萬事也有出路 不過看我們怎樣做 好 講回香港的情況 剛剛我們 不知死不不不天高地厚 搞了一個 十大玩具的頒獎典禮 這個其實小弟堅持了很久 要去做的 我們內部 都經歷過一些討論 其實內部 一兩三個人 好不容易做 會不會被人說 或者我們有沒有什麼 但我想說 一個選舉 開始一定是小圈子 不一定說 我們要很大規模 因為沒有辦法 沒有一個機構 或者傳媒可以遮蓋所有的事情 我們唯有 就去 照做 我覺得照做 開始了 慢慢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 應受性越高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想法 或者我的想法 當然大家都 我們 其實一兩個人 都同意去做 當然 有些困難的 選了出來的結果 其實是有些 顯示了我今晚那一集想說的事情 其實如果有看我們上個禮拜 就知道 其實十大的結果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們只是選 我們那些 投票的 我們做過開箱 所以其實一定有些偏側的 有些可能沒有做 就沒有了 所以 就令到 可能有些不公平 或者甚至是不認請 但是呢 神奇的地方 就是出來的結果 我就覺得很正常 我自己玩玩具 其實我沒有什麼 做 賣 代理 宣傳 都算是平均的 我自己看 當然 一班主持人 他們的愛好有些不同 他們各自的愛好不同 但我覺得呢 他的結果 是很合理 很正常的 當然是我的自願其說 但是呢 你可以先看看結果 我可能會轉著螢幕 不過還是沒有 讓我先開 那頁先 一會兒看了一些 不應該看的東西 都沒有什麼 看得人的 不過是搞笑一點 我先看看結果 沒錯 那我試一下 用這個方式 那原來 Live 都可以轉到Screen 好了 轉了 忍受 好 好了 那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因為我打直了比較差 那看到結果呢 看到結果呢 其實呢 就是排名不申先後 這個是我們 左邊1至10的 那個呢 純粹是我們那個 的 就是 班長公佈的 那個次序 那真正 分數我們就沒有 標出來的 那 當然有 我的朋友有投票數 但是呢 我專門排了一個 次序是比較 有吸引力一點的 所以這個 這個次序就不說了 所以沒有意思的 那你其實看到 有趣的地方 看到呢 其實右邊呢 就是品牌 你看到Bandai拿了三個獎 簽證年拿了兩個獎 Action Toi一個 3A一個 DDED 就是梳膠公仔 就是一個 Maxfax就是一個 你猜中一半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 可能 你猜得差 或者我們的 結果真的不太好 Takana Tommy一個 那其實呢 看回牌子 其實真真正正 叫做 純 香港血統的牌子 嗯 就有三個 三個 就是中間三個 就是3A DDED 以及 Action Toi 是的 另外呢 頭兩個獎 千正念和Bandai Bandai很明顯 就是日本公司 兼日本IP 就是主題 千正念 其實雖然是香港上市公司 但是 其實日本的配合和backup 都很日本 其實 他們融入的關係非常密切 因為有日本千正念 Action Toi 雖然是香港公司 但是他們做的IP 基本上全部都是 基本上全部都是 有出過的 好像荷里活電影的 但是 基本上很多都是日本IP 那 3A 他們的IP的闊度 大很多 就有 遊戲 電視劇 美劇 其實 內地電視劇都有的 不過 我沒有說錯話 其實曾經 醞釀過 不過不知道有沒有出過街 我忘記了 如果我沒有出過街 的話 抱歉 還有一些秘密 那 內地遊戲 外國遊戲 日本的遊戲 美劇 美劇 美國電影 卡通 有沒有 好像沒有 所以3A 其實IP的闊度 其實我覺得是最大的 就是闊度而已 那Bandai 不用說 他拿了很多日本最強的 拉繩 那你闊度大不大 都是大的 但其實真的不是很闊度 就是深度夠深了 什麼漫畫 動漫都拿了 這些 這些純粹是一個原創牌子 單打獨鬥 一人Band 1-1Band 香港設計師公司 那 Megflex 其實就是Maticum 的一個品牌 就是日本公司 那 大得獎的就是 Joinwick 其實是 Hollywood IP 那 Tommy 某些程度上 是原創玩具 不過都是日本的牌子 和日本的原創玩具 好了 看完這個結果之後 我轉回小弟的畫面 好了 那你就會發覺 你會發覺是什麼呢 香港呢 的玩具公司 其實真的不是 在一個優勢裡面 已經 已經不是了 如果這個選舉 或者在五年前開始 我相信肯定會多多兩三間公司 例如 King Art Enter Bay 威龍 威龍 那個威龍 可能面前都開始慢慢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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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 其實現在香港的品牌 真的正正式式 其實就只有三個 那你說 像也拿了三個 那已經是七三的比例 那 其實也是一個正常賽果 我們在節目裡面都分析過 那 Bandai 拿了這麼多 有應該是手持這麼多的拉伸 高達 馬克羅斯 哇 那些 其實這三個 其實這三個 已經是 其實有數據看的 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拉伸 來的了 尤其是 Dragon Ball Dragon Ball 是令到 Bandai 就是 賺很多錢的 那 大家所不知 都以為是 Gundam 馬克羅斯 馬克羅斯都很厲害的 但原來是Dragon Ball 那 因為Bandai 是有人上市公司 其實是有業績看的 可以看回 那 我都是看 看完的 那些很簡單的報告 對了 Hot Toi Hot Toi 這裡也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Hot Toi這一季 我們沒有選到 不是我們沒有選 因為就是投票 即是贏不了 因為只有Hot Toi 在投票中 那 那 為什麼 其實有很多原因 我不常說 因為我們沒有開箱 就沒有了 變了不能投票 那就少了 那麼其實這 第二季 和第三季 就是剛剛七月 大家可以看見 是多一點的 有時候看過我們有沒有那些產品開 其實我們很多產品都不用隱瞞 很多產品是供應商給的 可能是多數品牌、廠家、店都會給的 代理都會給的 我們很開心的很多是直接由一個廠家給的 那些廠家不是香港公司的 很多是美國和日本公司都有的 這很開心的,其實它對我們TWYS TV有某程度上的認同 那還說高了,我先說前途 所以香港玩具從這個實大看來,其實真的差了一點 另外就是... 好像跟香港前途有些關係 但不要緊聽前程感受,我們就知道我們應該如何面對現在的狀況 那說回現在的一些,我會扯下去ACGHK的 其實呢,你說我鋪排也好 其實做完這三集之後,差不多下個星期 我們就會開始我們香港動漫店的玩截了 其實從今年開始打上五、六、七年 其實整個氣氛都是大家覺得 哇,很多香港玩具公司 或者是看玩具的 但是今年呢,你會發現 味道沒有那麼濃的 就是純玩具是很... 大家可能有一些,其實不用失望 你們都知道的,你們都會看到的 幾大原因 第一就是... 幾個主流幫派 大家各自搞鬧 有Toy Festival 有Toy Show 有ACGHK 就是在這行中的歷史最悠久 規模最大 但是當有Toy Festival 和Toy Show之後呢 其實呢 就將了一些客人 或者品牌 或者產品分類 其實你不分類都不行 因為... 因為你去到一個Show 你知道很多那類客 某類客 而你不是目標客群 在那裡的話 其實那些參展商都要走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始終參展商場是很高的 那麼一會兒都會說一說 香港的展覽 我反而想說香港展覽的前瞻 不過我當然日後才說 但可以說一說 其實香港的展覽形式 我覺得是需要變變的 那麼... 不是因為有人做得不好 公司做得不好 不是很努力的 大家都每年都... 動漫電玩支 其實那個名字都改了很多次的了 那麼,總之就是ACGHK 或者這一個... 這個主辦商一直延續搞了20 應該沒有記錯第22屆 歷史為悠久 最早期是廣晚上 又有遊戲 又有玩具 日晚 很多很多 我都不算代表不上 總之很多不同的參考商出現過 但是到了早五年 HOT TOY強勁的升起 所以帶動了整個感受到香港玩具品牌的力量 同期冒起有Enterbay Freezero 有幾間 威龍 大概10年前左右 那段時間還有很多同期 有Kiss Logic、King 很容易記的HeroCourse 希望不要漏了 可能漏了一點 但不要漏了 同期是在牆上出現的 所以有幾年呢 2013至2016年 你會發現牆上很多香港玩具品牌 其實我自己作為業內人士 我很興奮、很開心 人家厲害我絕對是 真的 我是會替他開心的 因為這個世界沒有人可以逐八方的 何況我是一個這麼小的圖體圖 甚至在業內也不是 沒什麼影響力的人 所以我絕對不會說 我不會的 我根本就沒有資格 所以我很開心、很興奮 進來後 其實也不知道怎麼算好 也不知道賣什麼好 九幾年是挺興奮的 Kotai有很多限量版 甚至初期有三寶 四寶 還有預訂 預訂不大之重要 現在就是現貨四寶 加預訂七寶 有一年是七五的 我記得沒有叫七四 十一個限量版 一個牌子 還要計算其他牌子 如果有佐敦 Kiss Logic 還有很多厲害的 King Arch 還有很多Irman 那幾年其實是很開心的 作為玩具人 當然叫做玩具人 真的很過癮 真的很厲害 很多公司想入行 真的 那幾年加入公司零射多 幸好那幾年 一些新加入公司 直到現在還能夠堅守位置 雖然各自的前途不同 做法不同 或者沒有參展 但是不代表他們真的退出了 可能方式不同了 所以那幾年很厲害 但是今年 你看看參展商 我會跟大家分析一下參展商的名單 看看地圖 大家都想知道 那你就會覺得 嘩 哇 今年玩具少了很多 這是真的 其實不單是ACGHK出現這個情況 Toy Soul Toy Flat也是 Toy Flat 你發覺它 你發覺震一定會報債出來 但是你發覺參展商的數量 是少了 那是否因為我們搞了太多展覽呢 我又覺得不是的 應該是分類的 有些兒童向些 有些兒童向些 有些近食人向些 有些設計師向些 會不會三類放在一起呢 你問我當然是贊成的 最開心的 玩家都最開心 但也引起一些問題 因為有些排隊很厲害 有些排隊沒那麼厲害 有些要帶小朋友來的 那如果三類group在一起呢 可能真的太擠迫 而且大到你哭不完 但有件事是好的 就是令到香港在這個玩具業的舞台上 更加亮眼 因為現在的藥力是分散了 分散何時適合呢 就是因為你能夠 自然地增長 就應該分散 但當是藥的時候 其實就不應該分散 但這個不明白 那些自由社會 你不可能強迫 三個派對 或者四個派對 一起搞一個show 這個是 還有C3 還沒計 還有C3 起碼有四個大show 這些四個show 很多都是在會展 搞或者在很大的場上 曾經令到很多東南 還有一些內地的朋友 都很踴躍 旅遊兼且買東西 排隊也好 也好 其實真的 現在內地的展覽這麼厲害 或者品牌發展這麼好 其實早幾年 他們很多朋友來香港取經 這是事實來的 因為我們自己放在 booth 很多朋友來接近我們 找我們來談 做什麼 可以怎樣合作 其實很多的 有沒有上去 是另一回事 但是呢 其實現在 基本上 內地市場 已經成功吸收了很多 我們的經驗和方式 已經拿到內地去做 甚至是 演化成更加適合內地市場的模式 不過有件事 仍然是追不到的 這個我大膽說 肯定說 就是 香港展覽的 會場人數 入場人數 和氣氛 現在呢 全中國 都沒有這麼熱鬧 只是香港是最熱鬧 我希望今年的ACG 雖然我自己都有參與 我當然想這樣 但容許我自私 我當然想爆 爆了 爆了很多人進來 賣不到東西都宣傳到 希望賣到更多東西 所以其實 內地的展覽 是 可能還不可以 那為什麼呢 香港人多 就是這樣 而且 在一個暑假當期 是很優勢的 就是說 在小時候 年輕人放假 其實有些 不同行業都放在暑假 所以 那段時間 人們就是 找一些節目去做 除了旅行之外 就去看表演 書展之後 就到動漫展 所以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幫助的 所以 這件事仍然是 香港玩具業的指標 雖然這個動漫 不是自己做玩具 但是 玩具業很多公司 都會在這裡做展覽 對著顧客做的展覽 那是一件好事 但是 當然 今年參與真的少了很多 但是不要緊 仍然有些 那 和大家照一下 又不太悶 又轉一轉的 照一下 另外一個畫面 就是 今年 ACG的地圖 其實是前晚凌晨出的 出了不久的 當然有原因 就是 那些事情還沒搞定 因為很多 變數 其實搞了指定是很辛苦的 其實要多謝幕後的工臣 是很努力去做的 這個主辦方就是寧速 希望寧速 寧速文化 當然有很多協辦的公司 包括 Toys TV 不過我們負責是宣傳的 好了 轉一轉鏡頭 今集 我們沒有英文 好 打直了 我又不打橫 先說 沒有A 應該只有B OK 那 這些 不知道是什麼 無形的賣場 首先看到Asia Go 不用擔心 Asia Go 有很多牌子 一個香港的 都是老行專代理公司 他又不是最早那一代 我叫做第二代 這樣說 最早的是 什麼呢 新華行 瑞華行 也是最早差不多 還有拳記 拳記沒有人認識 也有發尼龍 少尼龍 很多街都還在做 不過產品的路線不同 好了 這個香港玩具品牌原創館 其實它佔了很大的地方 B04給大家看看 不過大家要眼快一點 其實上網你看到的 不過這裡要看 有這麼大坨地 哇 很大坨地方 那 反斗城 反斗城雖然外國撿了一盒 但香港是屬於另外一間香港集團 有參與的 反斗城賣的 當然主力是Hasbo和Mattel 好 先看看參戰商的名 所以這個都可以來看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我都覺得很有興趣 究竟有什麼東西在裡面 那 這個繽紛嘉莉華仔 我想是玩的 小朋友 其實這次 其實幾樣東西 集團在一起 童韻 漫畫 電門 電競分為另一個場 但同期舉行 還有張飛好似 好似 兩邊用得 所以今年來 雖然 場只有一個坑 走都沒那麼辛苦 不是那麼多 就不用拿那麼多東西 就多賺錢買東西 另外可以看電競那邊 好了 你發覺這些 我們集中說玩具 不是玩具 我們就飛一飛 好了 我們看到C08 終於看到一間 硬 鐵鐵實實 潔潔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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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千夕連 真是一間 一間正式的 玩具公司 也是有香港血統 香港血統 但應該是有少少日本血統 OK Frametimes 其實是他們的 subbrand 所以基本上是同一個集團 好了 正文寫就是漫畫 我們不是專注於漫畫 就是玩具 誰可以說 不是不說 不過也不會說 沒有資格說 好了 創意一名 應該是另一種 景品部屋 這個很有趣 是甚麼 我都不知是甚麼 要看看是甚麼 但是看名字 你會猜到些東西 有兩個 不錯 紅興玩具 有兩個 老牌的玩具店 其實一會兒都會說 香港的玩具店 其實玩具店 他們的角色 其實是不容忽視的 不要說他們賣玩具 賺錢 有些人說 你知道 有些負面說話 黑店 其實這間店 其實這間店 都被人說是黑店 那樣的 包括這間店 所以 放長雙眼看 紅興的老行專利 做多一年 一定有很多 便宜的玩具買 動漫節票可以免費 進入多次場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搞這件事 有吧 可能是吸引那些東西 好 雖然的名字好像是 不知道 科技公司 但其實Ice Market 大家都熟悉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有介紹他們的產品 但他們的產品 其實真的不可以算是玩具 他們應該是一些 授權的產品 但跟我們這些玩具 粉絲很貼近的 就是一些 復仇者 Iron Man 黑炮 Spider Man 那些 頭像喇叭 本空像喇叭 但實際都有些 甚至FINALS 手套都出過 都是要拉開喇叭 好了 接著看見很開心 這幾年 其實冒起了很多香港玩具公司 其實 你可以說 近兩三年 就少了 或者 沒有說美術 沒有說美術 但 新冒起的 就少了些 而且 沒有那麼爆 這個Devil Toys 就是其中一間 不是沒有那麼爆 就是 生存下來 很堅挺 仍然在 ACG走出來 因為在ACG做一個 展覽 其實 不輕易 就是 要有些實力 說真的 OK Devil Toys 他們近期 就 因為開始做公司化了 我覺得 不只是做一些 1比6 他們甚至是做了 做了Designer Toys Merry Go Round 應該是Designer Toys 就是Designer Toys 會有很多 東南亞設計師 幫助人出一些設計師玩具 所以 他們獨立了一個 部份 他們的路線 開始 走廣了 都是一個很明智的 選擇 要生存下去 對的 方唐文化 這個我不知道 抱歉了 首先 要介紹一下 嚴格來說 他在香港的 有Headquarter公司 但是 老闆 不認識 他不是香港人 他是外國人 他是外國人 但是 他應該是 一個香港人 因為他長期在香港住 可能去大陸 有很多 是一個很風趣的 應該是英國人 Alex 不說太多 別人的內部 首先 專門做雕像 是一些電玩的雕像 Woodie Toys 不知道 二次元空間 不是豪哲 看這兩個 應該都是回饋品牌 上海默君文化 應該是很多 他應該用文化傳播 文化創意 那些 你沒想到 其實是屬於 網 媒體 這些是很有趣的 是內地的名字 因為比較闊 太闊 注意一下 太闊 不知道你做什麼 好了 這裡 C47 要看看 Bolt 同行藝術展 的邀請 C47 看看是否巨型波符 不是 同行的位置 在這裡 C50 但C47 應該是另一個安排 因為他們本身有一個 Action Figure 比賽 我快點過 10成功力 沒有合法 創作邀請展 邀請展 不算是比賽 當然 我們其中的大哥 就是 William 鐵人 William 有參與這個展覽 剛才說了 一班香港 或者外國設計師 也有 內地也有 以我所知 有日本 有加拿大 有內地 還有沒有其他 我又不太確定 要問問Vincent 那 想知道有什麼設計師呢? 留意 這星期五的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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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改了星期五 為什麼呢? 我們要遷就一些大哥 那些大哥 要星期五才有空 有什麼大哥呢? 神秘嘉賓住 我們要開一件很大的玩具 很值得說的玩具 要找一個重份量的 相關人士來開 另外 在同一個直播 我們會邀請到 BOSE同行展的 有一班藝術家 會上來做一些 聊聊天 不老套 訪問 說一下他們有什麼新作 或者我們突破 說一些 是不是很難做設計師 現在是不是在大陸做設計師 很容易 又會反過來 欲望潮 這些是傳統的漫畫 廣漫 邦寧 其實MediaLink 好像都上次了 MediaLink 就是一間 做IP 就是agent 好了 這裡是模型比賽的部分 很大的 是不是很大 D02 不用說了 Bandai Lamco 就是我們 打等的了 其實也很大件事 Bandai 有幾件位置 都是這裡 你看到一堆 一堆位 很多 但是三星 他擺什麼 我又不太知道 這裡是模型比賽 很大的 其實Bandai 嚴格說 兩大件 其實不止的 Asia Go 是這裡 這邊 Hot Toi 先跳一跳 大家不說Hot Toi 是不安樂的 Hot Toi 仍然是一個大位 為什麼在旁邊呢 大家都明白 因為這裡是排隊位 所以這裡排隊位和吃東西的位置 一些餐廳位 有大塊空地給大家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好 那又 講開講開 Pop Live Pop Live 其實是一個很知名的美國 屬於美國公司的品牌 專門做藝術 以及Designer Toys 我們剛剛在深圳拍過 Ron Lenguist 就是跟這間公司 非常非常老友的 好 再講一些另外的品牌 因為香港也要說 就算飛了一些大品牌 也不怕 不過不會漏 怎會漏 Hot Toi和Bandai 這些就是漫畫 動漫 鞋子寶 鞋子寶 一定有 每年都來的 鞋子寶玩具 不用多說了 一定是那些 又底 玩又好玩的玩具 遊戲王 尤其是一個遊戲 卡通片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兩個 好 看看Disa Action Toi 連續幾間 然後是Postcard 其實Postcard和B2Fy 是兩個品牌 應該是同一班公司 搞的 Action Toi 剛剛獲獎了 希望下一季 Postcard也有份 希望 其實是很大機會 因為他們做合金 日系卡通機閒 其實都很平如潮 Action Toi 其實路線有點同 不過Action Toi 似乎在 Defone Figure 即Q版方面比較特別 我也發覺沉沉地 所以繼續去 BIGBOY Toys 在這裡 喇叭 好東西 其實沒有來的都說 不是 不要做 或者是預算問題 或者是沒有新的 POPLIFE說了 KIDO 應該是一些 不亂說 大家留意一下 Rainbow Box 也不知道 好 先看看顏色 Samsung 其實真的不知道 將會有什麼展覽 如果看他記招的話 其實應該會知道 好 再下去 看看這裡 這十七直播 肯定不是玩具 OK 但不要漏 有些人開胎 要出場 在F01 這裡 然後 下一點 Los Mania Eternal War 應該是遊戲 F04 06 09 11 大家不要走 7 其實 除了品牌公司 也有些叫代理 或者零售店的公司 都會有BOOF 因為他們本身也會有很多品牌 代理 批發 直接有聯繫 所以他們也會 希望大家捧場捧場 不容不時 好了 其實玩具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HOT TOI 這裡 給大家提示 木棉花 就是漫畫 我們盡量集中說玩具 這裡就是7 7 咦?有什麼呢? 也有馬廣告 7月今年有東西看的 你看到那些東西都不小 那些東西很努力 很辛苦地做出來的 有什麼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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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會見到千歲鷹 在裡面 將會見到Visio的 Transformer 這不是秘密 也不是很秘密 到時候會有一個 叫做等身大1比1 重達接近1噸的 柯柏文和大黃蜂 將會在這裡出現 近大舞台 總之想和大... 柯柏文拍照 和大黃蜂拍照 1比1的話 這兩隻1比1的 柯柏文和大黃蜂拍照 就去大舞台 近右邊 總之你去完HOT TOI 向大舞台方向 你將會見到這兩個巨型的人物 這些就是打卡位 除了大型的柯柏文 真的接近1噸 因為柯柏文是重800kg 這隻大黃蜂是重500kg 所以運送都很煩 特地在剛剛上海WonderFact 展覽完 我們就運下來做 因為整件事都差不多成了 所以就... 都可以跟大家講一下宣傳一下 另外就有一個千歲鷹 電影道具級的千歲鷹 完整版本 到時大家都可以在現場看到 不用看片 或者看我們 今個星期的Live 其實今個星期的Live 我們會為大家現場 做一個圓影不露 就是講這隻千歲鷹 到時這個會場可以看到 當然還有其他一些 1比6的品牌 都會在SEVEN的 booth 看到的 OK了 好 BANDAI那邊 大家知道BANDAI有什麼 SHF TAMASHI ELETION 不用說 應該是空群而出 好 CSL 肯定不知道怎麼說 也不是玩具 看名字 不說了 POPLIFE 很多Designer Toys 大家要留意 Asia Gold 不用說了 又是很多 不是不用說 有很多日本 外國品牌代理了 所以喜歡牌子的朋友 其實這段時間 都可能會拿到 抵挽的貨 甚至限量版 至於限量版 大家要留意一下 沒有記錯 其實這幾年 HSA Gold 都會有限量版 當然不用說 又有另外一個 多限量版的地方 這個地方留意 又圈著這個位 又是這個七仔地方 可能有限量版 可能 那些限量版 有些份量 大家要留意一下 但詳情不能夠公佈 真可憐 大家要留意一下 ACGHK 香港動漫電碗節的Facebook 以及七仔的Facebook AcerGo 又留意到Facebook POPLIFE基本上 一定有限量 因為他們的Designer Toys 全部都是限量 喜歡的朋友 來看看 不知道會不會有新的 不知道會不會有 Warn English 最新的系列 那些藝術玩具 好了 那 Big Boy Toys Postcar Action Toys 就會在這些地區 當然 剛才那些玩具店的名字 或者品牌的名字 小弟不太熟悉 其實裡面都會隱藏在這一帶 當然不要走開 就是 去到這裡 喜歡藝術玩具 這邊藝術家的展覽 這裡有一堆 當然 大老爺 反斗城 香港玩具品牌 這個真的不知道 可能有驚喜 喜歡Mattel 鞋子寶 這裡又會見到很多 所以 今年 動漫節 要承認一個現實 事實 是嗎 就是 玩具品牌 參展商 少了很多 這個事實沒辦法 跟大家說 但是 會不會仍然值得帶來呢 其實 你問我 當然是說值 當然還有一些好東西 OK 那 七仔那邊有限量版 有什麼問題 不能說 很可憐 但遲些會知道 值得你留意的 Hot Time不需要說 還有幾隻 預訂的限量版 好像未公佈 好像未公佈 會不會有呢 會不會沒有呢 這個我就不知道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Hot Time不需要 鞋子寶應該也會有些東西 今個星期 我們可能還有一些鞋子寶的東西 開箱 收到 很好看 很好玩 很大 很大 所以 參展商是全無意外 真實地說 是少了 為什麼少了呢 其實市道難了 或者是大公司的優勢 是拋離了一些 我們叫做中小型公司 這個要注意 我們怎樣生存下去呢 雖然今晚變了 好像ACG的推介 其實也要說 其實ACG玩具也少了 今年他們將整個組合 是Combine了一個 Hot One 最大的Hot One 不是壞事 那你 沒有那麼多參與商 你不要強行 拆彈到那麼大 你別人進來就不可以看 所以我覺得 是好的 是一個負責物表現 但是進來 OK 是不是有那麼多呢 其實去年也有這樣的狀態 我自己覺得 其實幾個Show都是 因為真的分散了 你想想 如果LEGO 我做節目 我宣傳而已 我又不需要特別 我不是主辦方 我不夠害怕 就是LEGO 也來 正 Tommy也來 正 Tiny也來 正 或者藝術玩具也來 更加正 但是無奈 就分開了時間去舉辦 但是不要緊 現在變成嘉年華的情況 比較多 但是你有玩具 沒有去看嗎 有的 只是Hot Toi 也值得你來 還有Bandai 其實這兩個牌子 已經很值得你 孔祥了 我自己覺得 只是真的 在心裡而發 所以要講講 其實香港的品牌 正在面對一個 一個 一個 不要說困境 就是一個 難一點的地步 你發覺很多牌子 老實說 我覺得 我認為 或者以我所知 都是在艱苦承認 那怎樣去搞呢 其實 其中一個方向 就是一定要配合到 內地市場的發展優勢 我不是做一些事情 出來配合內地的消費者 當然這可能是一個考慮 但是最重要就是 配合內地市場的發展 是能否幫助公司 有更多的收入 有更多的銷量 令到自己的公司品牌 繼續生存下去 這是重點來的 我經常說 沒有市場 你就沒有 沒有市場 就沒有 沒有 沒有 怎麼會有呢 有一個大市場 才有大品牌 所以我 仍然覺得 Bandai 如果不能夠 接 登陸 著陸 著陸 著一個新的大市場 他們 其實會有一個 難處 出現 所以香港品牌 應該是 接著一個大的 新市場 其實應該是 有優勢 你接不到的話 所以 真的要靠 我們香港 本地的一個 比較小的市場 其實有困難 因為香港的口味 市場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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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單一 和很潮流性的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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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特性 令到我們很難經營 這個震 我們做換的譜 就知道 要轉得很快 所以這個是很困難 所以反而一個大市場 比較平均 就令到發展回來 更好 百花齊放 所以如果香港要發展下去 我覺得品牌方面 必須要考慮 內地市場的 因素 去配合 即是怎樣做 你們自己想 但我 就不一定要回去做 或者做一些 內地朋友會買的 又不是這樣想的 只是香港人買 可能內地也很吸引 這個也是很多香港品牌 和香港設計師挖起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是來自香港 香港有些什麼呢? 可能是質量 可能是設計很新穎 甚至是內地沒有的 這些都會令到整個 整個 香港品牌 是有一個機會 再數一次 現在 我們有Hot Toi 有Free Zero 有千席鏈 是的 剛才我們漏了千席鏈 幸好看看 為什麼我會漏了千席鏈 千席鏈的部分很大 千席鏈的部分很大 先補票 在哪裏呢? 就是C08 這個部分很有趣 它的部分是這樣的 很大的 很大 但又好像有一個 叮叮 好像F字一樣 這就是千席鏈 哇 幸好補了票 千席鏈也在 有說過 不過我沒有說過位置 好 好了 有Soup Studio 即是很Active 不過Soup Studio 這次 應該去了H1Go 因為H1Go 應該是代理 所以 這種代理方式 都是好事 因為令到 牌子的 那個 那個 洗費 小了 因為你一個牌子 搞了Proof 都要搞多事情 不是租金簡單 但你搞事情 都要搞 但如果你給一個代理 搞 你就一個代理搞了很多事情 他可能只是參與自己的 Pro-type 產品的部分 或者一些租金 其實不是壞事 這不是教大家 省錢 但有哪些公司不需要省錢 開完節奈是必須的 好 所以 用代理的方式去參展 其實都是一個好事 BIGBOY TOYS POSCA 7 7 有些品牌 Visio VA DID Eazy Eye Dark Crown Toys 很多 很多 內地的設計師 原聲量 都會有新的 正本來看看 當然 Action Toys Action Toys F4F 遊戲的雕像 BIGBOY TOYS 有很多遊戲的 有趣的潮玩 有設計師玩具 有阿寬自己的獅子 Devil Toys 也有1比6 也有Designer Toys ZCO 好像沒有名單 不過不要緊 會不會在那裡出現呢 不出奇 好 最後呢 仍然看到的東西 就是 BANDAI 這幾年是強勢的 我覺得 早幾年 反而他還沒看過方向 這幾年 隨著Premium Fender 發展 加上一些 我們叫做翻炒的IP 彈起來 哇 是很厲害 不過最重要的是 他們的技術 和產品的質量革新 他們一向都很好的 但 譬如Metal Build 或者新的SHF 其實有時候看到 我們這項目 還未到歐咀 就覺得 哇 很佩服他們的設計 資源的能力 千夕年也是 所以這件事 其實香港的公司 不是不厲害 不過可能日本那邊 更加專注 更加專注 那麼香港的公司厲害 我覺得厲害 厲害銷售 厲害銷售 厲害去找一些創意 找一些很棒的IP 香港這件事 比較厲害 所以希望大家 保住這些 我們香港公司的優勢 始終我們生活在香港 我們不是說 香港而不香港的問題 也要爭取我們自己的利益 優勢 以及發展自己的公司 和事業 好了 設計師仍然是 香港玩具業裡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們最近訪問 Ron English 他有兩個三個提起的人 我都覺得 哇 他有提到 Michael Lau 先生 我叫先生 說到人家很老 差不多年紀 Michael Lau 其實他也認用他是 藝術 藝術 或者街頭藝術的 師傅 他有提到 Eric So 這些是 早期的 香港 知名了的設計師 直到現在都很知名 當然他們的 活躍度可能有些不同 到近期活躍的 又有 Kenny Wincent 很多很多 阿隆加昇 希望不要留 一堆 日本 美國 那 Ron English 他都很耐心 年紀不小 我發覺我跟他做訪問 其實是一個大叔 但是 他仍然很友善 而且很說話 所以 所以 非常欣賞 這位大師 真的有大師奉犯 沒有價值 很謙虛 而且很願意 去 你問他 他會回答你 我覺得 這是一個 Wincent 很厲害 但是他有提到 這兩位 我們以前是設計師 所以設計師仍然是 香港玩具業的 一個很大的財產 我建議 其實香港公司 這麼近 近水樓台 真的找多些設計師 好像Sub Studio 找多些設計師 來搞 Crossover 現在很多設計師 其實他們是 他們是 我覺得越來越快 因為太長的節目 就是缺乏了 一些資金 或者生產資源 其實如果一兩個 互配 就會比較好 好了 最後 千萬不要忽視我們香港 一群的Trader 我認為是 店 代理 e-tailer 一些網上的售賣者 其實這群朋友 絕對是 貢獻了香港的活具業 有份的 不是因為我自己也做過這幾件事 事實上是真的 你看 洪興 Asia Gold 或者以前的缺機 很多代理 或者零售商 Wonderland 精品 雖然有些人喜歡在幫忙 有些人不喜歡 不要緊 但他們為了市場 和業務 其實他們做了很多工作 其實付出了很多 我簡單說 其實他們做今晚的事實上 最有空 你先走過去看看 是免費的 是不是 所以這個 值得大家互相尊重 整個工作 其實很多人 不是無私 為著自己的工作 是很努力 去做好事給大家 因為香港的市場要求很高 你一做得不好 其實你就趕走 所以留在那些 老航之外 做得一段時間 那些朋友 其實都是厲害的 真的厲害 在香港做到生意的人 其實全世界都可能做到不錯的生意 當然不是自大 實際上 香港做生意的環境 其實一方面 就是排名第一 最安全 最自由 但其實成本 也是排名第一 大家沒有說 其實大家沒有提到 其實肯定是第一 肯定是第一 整個租金 已經搞到大家 很煩 對不對 好了 所以千萬在香港工作業裡 我覺得 因為這樣想 我會這樣建議 設計師 Trader 即是做買賣 即是無論你代理批發 Etailer 即是網上零售 實體店也好 加上品牌生產商 會不會想想 一起做些事情 正常競爭一定有的 但那些不要想 因為一定有競爭 其實那些東西沒有意思 為什麼不想想 業內有不同的環節的人 部份人一起去合作 令到銷售鏈 市場 市場 產品的質量 或者資源 更加好被利用 然後做大香港的玩具業的市場呢 是的 租金第一季 這麼貴 更加要生存 但當我們兩間公司 都不說 兩間公司的同事 競爭一個IP 或者不用競爭 日本公司派給你的 你有錢就行了 OK 拿兩個IP 你有萬能盒 我有萬能盒 是不是真的好呢 為什麼不想想一起做最漂亮的 我不說IP名字了 不好意思 影響到其他朋友 做一個好的IP 做本土IP設計行不行 不要買了 直接做了設計之事 又或者會不會有不同的IP 可以選擇 不要做一堆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一個強大市場 強大行業是 有很多產品的類型和級別 供應給市場 你就自然強大行業 你做來做也做一款 有一天那些東西不行 就倒閉了 其實香港的工業 香港的行業 市場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我有資格說 這個論家 看著很多 我不說什麼名字 很多工業 曾經在七十八十九十二千年 甚至最近這十年 是威過的 它能不能夠再威下去 或者是不是已經沒有再威下去 其實大家心裡有傻 為什麼 有時候不要賴政府 或者自己說了這些問題很敏感 政府是有責任的 但是很多時候行業本身 你要怎樣去營運 還有市場也有責任的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說了 三班人是很有需要去走在一起 聊聊天 品牌生產商 設計師 以及做trade的朋友 其實可以想想 難道要全部走在一起 但是多些crossover 多些混合的項目 會出現 我覺得不是壞事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有消費者做主導 但是 我又不覺得 每次消費者做主導 你覺得 像炒玩具 你覺得是消費者炒起玩具 還是 他們的市場很厲害 令到你要炒呢 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其實答案 超然若揭 對不對 是消費者炒起 還是 是 業內人士 不是炒起 令到你有這樣的吸引力 令到你不買不行 那肯定是 明顯答案 我放了關子 特地不說 等你聽 沒有留意我講這個節目 所以 其實業內的朋友 其實是有比較大的責任 有時候就不要賴市場 只會炒 那你給我一些東西看看 是不是 你做得好 其實自然有 那SFlink是怎麼大人起的呢 是不是 本地設計師 本地品牌 全部靠自己來的 到現在才是跟大品牌crossover 但是 開始怎樣 當你每個人都在買一些 美國IP 日本IP的產品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在香港的東西呢 但是 這個系列 賺的 不怕我 就是這樣 在這樣的環境之後 慢慢慢慢成長 所以 其實 SRink 其實是一個好的例子 因為它 配合了一個香港公司 原素 設計師 原創原素 帶著一個IP 有產品 這個其實很值得大家去借鑑一下 我認為 它為什麼會掘氣呢 它憑什麼可以繼續延續下去呢 這個可能就是香港玩具業 其中一個我覺得值得參考的模式來的 當然最重要的 就不是單入品牌的景色 你又出我便出 你又欠我便欠 而是 而是 這些模式 這些 business model 可不可以值得我們繼續學習 而演化呢 即是 SRink 是好的 是不是又最出的SRink 那就錯了 這個 這個就是 華人做生意的模式 我講的很老套 不過我講完後 總結今晚的節目 有一種民族的人 他在路上 如果有賺錢 他就會開 超市 就會開修理車輪 就會開餐廳 會開餐廳 因為有車經過 會停下來 就修理車輪 要吃東西 要吃飯 要買東西 這樣 但是 如果是 我說華人 他們傾向什麼呢 咦 油站債錢 我又開一間油站 我開得更便宜 咦 不要了 你有開嗎 第一間 我開兩間 一條街 我有兩間 我不贏你 然後第二間 我開到三間 結果呢 兩個集團 就開了五間油站 在一條街裡面 那你認為哪一個方式更加好呢 哪一個方式 長遠計 令到一個行業 更加蓬佩發展呢 我不說了 這些 又不是很簡單的答案 其實有人可能回答 當然 開五間油站 他 整條街 都一定跟我賣 原來兩間都是我的 原來五間都是我的 有人會這樣回答 事實上 香港的 business model 是這樣 但我不是這樣想 所以我不敢回答 給我答案大家 所以今晚香港 玩具業的前瞻三 作為講香港部分 我亦都嘗試講了我個人的遇見 嘗試總結了一些事情 我不會重複一次 我會很悶死 真是有心聽的朋友 有心聽的話 我不是我講這些對的 也不是我亂說 傻佬 那就看回頭 重複一次 不讓大家的時間很寶貴 希望大家開開心心 看完今晚的精神 回到一些我們落地的東西 可以玩玩具的 要這樣做 好 很多事情我們要繼續面對 有好的健康 有好的收入 才可以堅持下去 OK 最後呢 沒有什麼特別可以 總結我 今晚想講 對香港玩具業的鼓勵 很老套 這首歌 多謝 多謝 分享這首歌給我的 網友 要看 因為這段 Youtube可能要剪掉 最後呢 因為都是給Youtube 最後呢 希望大家 留意今個星期五 我們直播 不是星期四 我們將會開 STK MF 1比1 Props Quality 的千水鷹 應該是全世界 第一次 將一隻完整的 這個產品 我們稱為作品 呈現大家面前 會很清楚 呈現大家面前 看看它究竟是怎樣 怎樣 怎樣玩法 終於還有一個神秘嘉賓 在香港一個 都很知名的 的 聲戰迷 兼藝人 亦都是 小弟的 學習對象 是誰呢 其實 刷完鞋了 那 你們會知道 星期五晚直播 還有同晚我們也會有 下個星期會舉行ACGHK 的同行展 裡面一班設計師 將會來跟我們聊天 我們會用一個 Toyz TV的方法 跟他聊天 你以為是怎樣的呢 不知道 那麼 不妨礙大家時間 多謝大家 聽了那麼久 看了那麼久 我是Brian Lowe 你看的是Toyz TV 這個是玩具湯 拜拜